大家好,我是大树,本来我想吐槽一下夜夜秀的关于中国人之语的这个问题 还没来得及吐槽,隔壁老王就把这个事给拿到台面上说了 那本来老王要想单挑这个民进党,现在是拉夜夜秀过来垫背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听好了,这是老王的原话 不好意思,先提醒一下新来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 那我给大家读一读 老王说,说句心里话,我对贺龙秀节目组还挺有歉意的 因为我的言论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从昨天开始,好多广告商都在撤资 这对于一个靠广告生存的节目来讲,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随后他说,我其实并没太大所谓,一走了之 但希望贺龙秀节目组能挺过这一关 不仅仅是为了节目组,也是为了整个华人社会的言论自由 王菊表现得非常伟大 高尚紧接着老王就对叶叶秀的小心杖捕了一刀 没想到,老王对关于节目组关于知语的这个问题 发表了一个投票 那么老王说,73,800人投票 82%的人认为是歧视精神 认为不是的只有18% 民进党为什么不谴责节目组的这个表述 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被歧视也活该是吧 你们是高贵的有着民主制度的台湾人 我们没有选票,所以就该当年被日本人叫知 你们也叫过知,现如今又该被一部分台湾人叫是吧 你们既然用显微镜看一个中意节目 你们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屁股呢 有意思吧,你老王把矛盾一转又转到叶叶秀上 然后他还点了一把火,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人民现在和台湾人民又处在了这种矛盾当中 他又和台湾人进行了一下切割 什么叫做你们是高贵的有着民主制度的台湾人 你看他说的够酸吧 而且他让贺龙秀挺住 他都挺不住,他还叫别人挺 他还好意思说,他不仅仅是为了节目组 也是为了整个华人社会的言论自由 我看就是为了你老王,为了自己活下去 全部人都可以拉来给你当垫背的 所以我就说那些台湾大V们 你们敢拿人格为老王做担保 说他诚实不是大外宣 如果老王是个做事敢做敢当有担当的人 他就不会拉节目组下水了 因为单说这个歧视精神的问题就好了嘛 老王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明摆着挑事啊 但挑台湾社会的民主制度啊 让台湾丢大人啊 而且老王呢也给所有的人啊 就关于他被禁的这个问题 他做出了一个回复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不来台湾也好 那咱就来个大风波啊 切割就切割 谁怕谁啊 谁知道五年后啥样是吧 反正五年我也在台湾这边捞不到油水啊 我宁愿得罪所有厂商 我也要拉你民进党垫背啊 我也要跟你扯个明白 但是正常的人 我们都不会这么极端 不会把所有红社会反对的人和政党都得罪一遍 甚至呢 是和大部分的海外华人作对 然而唯独老王啊 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一遍啊 可是问题是 老王对红社会 那不还是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吗 那为什么王菊就死咬着民进党不放 除非王菊不正常啊 或者他知道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怀疑他是大外宣了啊 另外呢 我们也真得说说夜夜秀的问题啊 第一呢夜夜秀啊 不仅仅是道歉问题啊 也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老王的那个模仿陈律师的动作啊 就是嘲讽人家啊 无论陈律师是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就算他参政啊 这个也是他权力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也叫能力 也就是说呢 他参政的身份 跟他跟民进党派票毫无关系 而且呢 当老王模仿陈律师的时候 节目组呢 还跟着一起笑啊 还有台下的观众 包括剪辑的小编 都把这段留了下来 这就是说 所有的内容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啊 他们觉得好才留了下来 其次呢 他们也不觉得这些问题 是一个问题 另外 叶叶秀的助理主持人 说王菊不按脚本手 那么他们笑陈律师 是不是也是脚本的一部分呢 而且呢 他们问王菊 中国人之语的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也是脚本的一部分呢 如果是的话 王菊的回答 说台湾人也是脚本的一部分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脚本呢 啊 那么他们聊这个话题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而王菊明知道这是很伤人的话题 却也跟着配合演出完成效果 那至少说明 这群人不仅仅是秀下线 他们是在一起 在做一件 你我都不能理解的事情 最后 王菊这次的事 他其实呢 还能再烧到反红社会的人 因为王菊说 民进党不提及之语这一点呢 其实他说的是在理的啊 这个确实是不符合民主社会的价值 如果你不说之语这个问题 你只说残疾人被嘲讽的这个问题 那么跟着老王走 很多人是会对民进党有意见 至少是不服民进党的 那么所谓的反红社会的人 不提这件事 那么就变相的 也就是说默认了之语这个行为 至少呢 也在很多人眼里啊 是双标啊 尤其对国人来讲啊 如果大家不发声 很多国人肯定也不服啊 可是之语的产生 一时半会儿咱们也说不清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们也跟着老王 一起去吐槽民进党 其实就是帮着老王 在垂打民进党了 这是在帮着老王 在撕裂台湾社会 撕裂这个民主社会价值 可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台湾确实有这么一个 旅游管制的法律 而且如果要不是你老王 是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 让人家觉得你是大外宣的话 即便这个是台湾的明文规定 很多人呢 也会同情他 甚至为他发声 那么从我的观点去看这件事 正是因为老王不知道自己毛病在哪 错误在哪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 再为了老王再搞到天下大乱 老王不爽民进党 可以啊 可是现在的台湾当局 是多场在一起运作 这个就是民主社会啊 这已经不是一个党在执政的问题了 所以柯文哲说他 赵少康也说他 所以呢我觉得老王呢 应该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主和法治 然后呢再来谈他的所谓的红色关系社会啊 就是说他至少要认清了民主 理性的拿出数据和逻辑来说话 然后你再来说 谁谁谁向红社会啊 别人或许能服他 而且呢老王把王一川当成陈律师啊 比我做功课还要差呀 但是仅从这一点上看呢 老王对陈律师其实根本也不了解啊 那么他所谓的觉得民进党是在拿陈律师煽情助选啊 其实就是老王专门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事而已 所以说如果老王不是大外宣的行为 那么至少就是说老王太容易愤怒啊 比我还愤世计数 如果他真的像他所说的是个正义的调查记者的话啊 他不会搞这么多妖蛾子啊 跟世人为敌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啊 这个崔永元呢 出来哎为老王站了台 崔永元说啊 他认识老王啊 而且跟他很熟啊 没看到他的具体内容 所以不好评价啊 但他应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啊 不至于不着调啊 然后呢他就说老王呢不是大外宣 只是中国人习惯了直言 不知道什么叫做客观公正 说实在的啊 崔永元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主持人啊 风趣幽默啊 但是对王局是不是大外宣啊 我依旧持保留态度啊 老王若不是个大外宣啊 他至少也是一个至干大外宣啊 因为一到正义事件 老王就人格分裂 而崔永元说呢 老王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啊 不至于不着调这一点呢 我是比较认同的 毕竟是红色调教出来的嘛 不着其他调啊 也得着挡调是不是 而且老王要是这么着调的话 为什么关键时刻他老掉链子呢 就是因为不着调嘛 所以老王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跟崔永元认知的老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有就是崔永元说的这句 中国人习惯了直言这句啊 你我其实得反着听啊 因为在我们的成长的环境中 直言通常只发生在 对你不爽的时候 而且是觉得你没有价值 就纯心瞧不起你 踩你的时候 不然很多时候都得拐弯抹角啊 甚至就算迫害你 他也得拐弯抹角啊 你从来都没有听过直言 对不对 因为直言在中国是要犯大错的啊 这就是为什么墙内有套语言 大家都很熟悉 叫做丛林语言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